歡迎收看美國之音製作的美國專訊 我是任敬陽 今年是林肯總統誕辰200週年 他所頒布的解放黑暴宣言 既拯救了美國聯邦 亦為人類的自由平等作出重大貢獻 白宮可以說是美國總統居住的地方 但林肯總統就喜歡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另一個簡樸的家 下面一起參觀這間林肯小屋 阿伯拉罕林肯被譽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 在首都華盛頓西北部 有一座林肯總統深愛的小屋 那就是他在白宮以外的另外一個家 1861年4月 林肯剛剛出任美國第16屆總統三個月 就爆發了南北戰爭 南方種植原主 激烈反對他提出的廢除奴隸制的主張 將政府不孫而戰 內戰爆發的第二年 更加是一個多難之秋 林肯總統和夫人瑪麗痛失愛子 這棟小屋成為林肯的心靈庇護所 沒有提出的失望 沒有困難過的失望 那種會失望 在2011年1862年 一輪廢的一輪廣 對全家庭 包括他們的小孩子 他們的親戚最親戚 老老老老老的家 老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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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為了一個大高山 從1862年夏天系列年, entre MARY AND PRESIDENT 都會希望讓庶祝這家了能夠放在一起。 這棟小屋建於1842年, 曾經是私人住所, 在1851年被聯邦政府收購。 在1862年至1864年三年裡面, 林肯總統與家人每年6至11月都在這裹度過。 林肯非常簡樸, 他每次都從白宮張家屍運來, 走的時候再搬回去 所以現在房間裡面只有幾件複製品 就好像今天大多數美國人一樣 林肯也要往返上落班 不過他的交通方式不是太一樣 要騎馬或者坐馬車 從這座小屋到白宮 他在路上花的時間 是半小時至一小時之間 取決於他決定在路上跟誰說話 有些人說解放黑奴宣言 是林肯的一個戰略 目的是為北方認得勝利 林肯並非真是認為黑人 應該和白人享有同等的權力和地位 一些記者認為林肯定是領選的 勞強地承諾 在他的思考上的思考 其他記者認為 他為了這件事 因為戶口被握上 我認為 事實上是在中間的地方 林肯定在心中 在心中的心中 所有美國人都得到同樣的機會 在同時,他有某種種類型的性格 在19世紀的美國之間 他並不相信全黑人應該選擇 當然不是在1862年 所以我認為這地方是非常重要的 這地方是為了林肯的改變 佛蘭克·麥利根說 無論如何,林肯總統的最大功績 是為美國內戰帶來了新的定義 房間的牆壁和布局 都是按照林肯總統居住時的樣子收服的 甚至還保留這塊1842年初見時的地板 即使在度假小屋裡,林肯總統也不能放下指揮內戰的重任 他曾為國家的前途切夜不眠 每當這個時候,林肯就會到小屋周圍散步 這裡有軍人之家,也就是雙元和退伍軍人居住的地方 還有軍人墓地 他住過歷任總統的白宮不斷地改變 已經很難看到林肯的痕跡 而這棟小屋就沒有改變 你仍然可以感受林肯的身影和氣息 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政治家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 在2000年將林肯小屋同軍人之家定為國家保護市職 經過7年整修 2008年上半年正式向公眾開放 記者莫近生、葉凡在華盛頓報道